在三八节这个旨在关爱身边女性的节日里 电视机前的男同胞们是不是已经为妈妈 妻子 女朋友准备好了礼物呢 娱乐圈的绅士们也开始行动起来了 台湾地区一人温生豪贴心地准备了下午茶 犒劳一下平日里和他并肩作战的公司女同事们 Hello 大家好 我是温生豪 今天我为各位准备下午茶 没错 虽然一般都是报道总裁的人设 但私底下的温生豪可是大暖男一枚 在三八节这个特殊的日子里 贴心的他怎么会忘记关心身边的女同事呢 因为我们的工作关系要许多的桃花 所谓桃花就是你身边要许多的益心来帮助你成就你的 不管是家庭工作事业等等 那我自己很庆幸 包含我自己有一个女儿 老婆 妈妈都是女生 那公司的大部分 90%好像也都是女性 觉得说这些女性的工作同仁们非常辛苦 在忙碌的午后 一份甜甜的水果再好不过了 于是温生豪亲手制作了温室暖心果盘下午茶 你的手势不错耶 我会做菜 我以前在 在面书的时候高速大学在那个广东餐厅 当当当有温生豪亲手准备的水果盘准备好啦 向着女同胞们的聚集地出发 办公室到达福利正式开始 如果说到这里还是甜甜蜜蜜的那接下来这位 温室是三八女人节然后你看我们导演一头雾溜溜的长发 背影非常的美然后她是我们公司倚重的导演 所以我们三八女人节还是要为她吃个台湾特产莲霧 大家都吃上温生豪亲自准备的水果了 最后她还特地通过我们镜头送上了节日问候 那我就送给小爱心在三月八号女人节送给很多女生 谢谢你们一路的支持 我们希望2016年2016年会有更好更多更完整的作品给大家 然后拭目以待 新在线台北独家才那么大